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泰國電視劇 其實在泰國的古裝片 你會看到泰國人的牙齒是黑色的 崩潰 即是拍攝電影或電視劇的演員 要將牙齒染成黑色才可以拍攝 其實在古代的泰國人很喜歡吃檳榔 尤其在家裡的婦女 沒有什麼就在家裡捲檳榔葉 聊聊旁邊 陳師拉的老公 而泰國前幾年有一套很紅的古裝片 叫做天生一對 裡面的牙齒全部都是黑色的 其實主人也會吃檳榔 但泰國人吃檳榔的方法有點不一樣 他們會把檳榔、柳葉和石灰放在很小的小鐘 即是有些人很喜歡自己拿東西去中藥的小鐘 就會把這些東西全部中碎 然後混在一起 之後再把檳榔葉捲住一些東西 用多少就拿多少用來咀 如果外出的時候也會帶一些檳榔盒 所以有一段時間泰國的達官貴人 就開始流行去收藏各種各樣的檳榔盒 即是不理會檳榔盒的形狀或大小 不同的人用的檳榔盒也是不一樣的 有些像我們以前在說清朝的時候 有些什麼被煙壺的東西 類似是這一類的東西 有錢人會用金、銀、黃銅去做檳榔盒 或者用精美的木雕去做這些盒 所以下一段時間 這些檳榔盒也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而你說經濟條件沒有這麼富裕的人 那怎麼辦呢 就用一些木或藤去做這個盒 如果你說我去你家裡坐 也會用一些檳榔去招呼客人 即是過年的時候 拿一個全盒出來問你要不要吃糖 要不要吃檳榔啊 就是這樣 最流行的是一路咀檳榔 一路聊些八卦的事情 因為跟我們中國人很喜歡吃瓜子 在這裡聊天 其實是差不多的一種方式 唉 旁邊那個P王啊 又帶了一個新的朋友回來了 拿卡 唉 她老婆昨天才回去了鄉下 拿卡 知不是啦 她在清邁的另一個朋友 也知道了這件事 她還說很生氣 生氣到要來曼谷找她 唉 真是家門不幸 拿卡 我記得廣東有一首兒歌 唱到年三十晚摘檳榔 其實我是不吃檳榔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檳榔的習慣 我覺得好像廣州那些人都不是去吃檳榔的 但是吃檳榔其實跟喝酒和吃煙一樣 其實是會上癮的 主要吃檳榔就是以前的人用來提神 或者是用來令到你的口氣清新的作用 因為你看回在古代 其實人們是沒有牙刷 或者就算有牙刷也沒有牙膏 所以檳榔也是可以清潔牙 令到你的口氣清新 以前古代的泰國人認為 只有那些妖魔鬼怪的牙齒才是白色 而因為人吃了檳榔之後 你噴出來的汁其實是暗紅色 所以很多人以為 泰國人是因為吃檳榔吃到牙黑了 沒錯 吃檳榔的確會令到牙 會比其他人的牙的顏色深一點 但是你看看泰劇中的古代的泰國人 牙的牙齒這麼黑 其實跟吃檳榔沒有什麼相差 在古代有一些地區的泰國人 尤其是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的民族 他們的小朋友在十四十五歲左右 就會舉辦一個染牙儀式 特意拿一些比較特別的藥水 塗在牙上令牙齒變成黑色 而越黑就代表越漂亮 所以在那個時代 如果要去判一個女生漂亮不漂亮 首當其衝要去看的就是 他的牙齒是否整個牙齒都是黑的 黑牙齒的習俗 其實在泰國存在了幾百年 一直去到第六世的國王的時候 隨著西方文化的引入 以及對西方文明的崇拜 泰國政府頒布了法令 開始鼓勵民眾戒了吃檳榔的習慣 主要的原因就是為了清潔街道 和你染不染牙齒是沒有太多的 因為人們吃完檳榔之後 會把檳榔渣放在地上 我現在也在街上看到很多檳榔渣在地上 我就知道是哪些人做的 而泰國人在地上 以前一直去釦棚榔 當她釦明後就在地上 檳榔渣即聚即聚 在數個世紀裡 但你以為以前有清潔街道去掃街嗎? 好,沒有 可想而知當時的街道 有多少檳榔渣有多難位 所以主要是令人去界食檳榔 是為了街道的乾淨 後來,隨著審美的改變,皇室亦要求國民將牙齒不要再掩黑 如果掩黑,也要將牙齒擦白 一開始的時候,推動這東西是有點難的 因為當時很多女生仍然認為 蛤?牙齒不是黑色嗎? 那豈不是很醜 臉色豈不是那麼好看嗎? 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黑色的牙齒對比起他們的臉部 會顯得臉部比較白 而泰國皇室,因為要跟外國有外交 整排牙齒都黑色,其實很奇怪 所以泰國皇室開始擺白牙齒 亦由皇室帶領美白牙齒的潮流 後來,大家的達官貴人看到 哇!皇上已經把牙齒變成白色 他們亦覺得輕難 所以他們便開始美白自己的牙齒 最後一般老百姓也開始把牙齒擦白 通過這兩個政策 一個就是不吃檳狼的政策 以及美白牙齒的政策 令到檳狼文化在泰國慢慢開始消失 而那些人染牙齒的習俗 亦慢慢變成擦白牙齒的習俗 所以你見到後來泰國內 到處都是牙醫診所 到處都是枯牙去漂白牙齒 就是這個原因 亦改變了幾百年來 泰國人認為自己的牙齒越黑越漂亮 而泰國人在美白牙齒的路上 亦是越走越遠 遠到開始喜歡枯牙 泰國的牙醫診所可以說 好像7-11 一樣 總有一間在左近 而這家泰國 其實是一些年紀大的老人家 以及一些比較偏遠地區的人 依然是喜歡食檳狼 其實除了泰國之外 周邊的一些地區 例如緬甸 曾經有染牙的習慣 而在中國的西南部 有一個小數民族叫布朗族 這個民族出於對黑色的崇拜 以及為了保護牙齒等原因 亦特意用鐵鏟上的黑油 去掩黑自己的牙齒 在古代日本 女子會剃光自己的眉毛 然後將牙齒醃成黑色 然後再塗白自己的臉 去意味自己成為成年的女子 你試試看沒有眉毛 白色臉和黑色牙齒 在腦袋上想像一下 究竟是什麼樣子 嚇到你七彩 嚇到禮禮屎 所以有時說 審美這件事真的很神奇 好像我們現在 喜歡V面 就算你的臉不是V面 你也要通過台手機 令你自己V面 可能我們處於這個時代 當下覺得這種潮流沒有什麼問題 但你試試過了五百年之後 再看看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把牙齒掩黑也是同樣的道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風神婆婆 說說泰國 我們下集再見